好,各位骑友大家好 那这盘棋是10月9号进行的国手赛第二轮 由黑方陀加西对战白方定号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双方走了一个对角 然后黑棋大飞手脚 白棋点33走了一个定势 黑棋小飞挂,白棋小飞 黑棋往三路一拖,也是定势的走法 然后白棋连班的时候 黑棋选择暂时拖先 在上方点33 白棋一长,黑棋再一爬 这个时候如果说白棋还是选择单长的话 黑棋可以再往前爬一个 然后白棋单长,黑棋就可以抢到一个牵手 比方说回到下方定型 实战白棋选择三路飞 黑棋二路一拖 白棋要是单退的话 黑棋还是可以暂时拖先 在下方二路一拔 实战白棋选择扳住 黑棋一顶,白棋单长 然后黑棋直接冲断 白棋再一长 黑棋在上方点刺 白棋打吃 黑棋阵子有力 所以说跑出这颗子 白棋二路断打 黑棋往旁边一拐 白棋一虎 这个时候 黑棋如果说往右边一拔 白棋只能选择提掉上方这颗子 因为如果说白棋往外一虎的话 很明显上方有个断打 白棋不行 所以说白棋体掉 然后黑棋打吃先手 在左边二路斑斩 白棋补一个 然后黑棋粘上 白棋再一段 这个另行 黑棋肯定可以满意 因为黑棋外侧 走得非常厚 以后可以发展 右边这一带的潜力 实战 黑棋选择在上方打吃 那这样的话 白棋就有选择的权利了 白棋不一定非要沾上 这个地方白棋可以选择长出 黑棋体掉 然后白棋再沾上 黑棋二路打吃 这个时候白棋上方这个棋形 暂时就可以脱先了 可以往旁边一长 因为这手棋非常关键 如果说被黑棋搬出的话 很明显白棋这个棋形 就非常局促 但是白棋尝到这一下 很明显这个棋形就舒展很多 虽然说上方有个结针 但是这个结对于黑棋来说 负担非常重 所以说大概率 黑棋还是会选择 提掉上方这颗子 然后白棋二路拐吃 这样的话白棋可以满意 白棋左边这个棋形 要比实战好很多 而且白棋上方这块棋 也可以继续安定 实战白棋选择沾上 黑棋打吃 那就还原成黑棋往右边一搬的变化 然后白棋提掉 黑棋二路搬沾 白棋在上方一段 但是被黑棋往左边搬头 很明显白棋这个棋形 还是不太好 而且补棋也不是很好补 实战白棋选择单猴 那这样的话 AI的建议是黑棋继续往前一压 然后二路一夹 因为现在黑棋往前一压 白棋只能选择单长 然后黑棋二路夹 白棋再往外一飞 黑棋站上 白棋一长 黑棋在左边断打 然后提掉这颗子 白棋飞出 这样的话虽然说黑棋这个棋形 并不算非常厚 但是要比实战好很多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黑棋直接往二路一夹 那这样的话 黑棋左边这手压 没有交换掉 白棋可以选择往外一拐 黑棋在左边断打 白棋往外打持 那很明显 黑棋外侧这个棋形 就比刚才要薄了很多 而且白棋左边打到这一下 白棋自身出头也非常顺畅 所以说白棋现在往外一拐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实战白棋往旁边一虎 黑棋打持 白棋站上 黑棋往二路一长 白棋跳出 黑棋在上方先手一扇 然后二路爬 白棋一长 黑棋继续往前一爬 因为黑棋现在外侧 稍微有些薄 所以说白棋可以选择现在切段 黑棋打持 白棋反打 然后再一拐 这个地方形成一个作战 白棋并不是很怕 实战白棋回到右边 夹击 黑棋在下方二路搬 白棋反搬 实战黑棋再往旁边压 但是现在就完全不同了 白棋可以挡住 黑棋这两颗子的气就被紧住了 那这样的话 黑棋又薄了很多 AI的建议是黑棋直接往下方一飞 白棋小肩出头 黑棋往二路一搬 继续在下方定型 这样的话 黑棋先把下方走后 如果说白棋往旁边一拐 黑棋顺势往前一长 这样的话 这个棋型要比刚才好很多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黑棋往旁边压 白棋挡住 然后黑棋往下一跳 这个时候白棋在这一带 还有一个组合拳 就是选择往右边切断 然后再一挖 黑棋打持 白棋再一段 黑棋这个时候 不能提掉左边这颗子 不然的话 白棋在上方断打 局部就要出棋了 所以说黑棋只能提掉右边这颗子 然后白棋反打完之后 再一打黑棋站上 黑棋这个棋型团在一起 然后白棋再往左边站 那白棋左边这块棋 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外侧可以出头 上方随时可以两眼做活 黑棋这个棋型 还是稍微有些问题 所以说白棋这个手段 也比较严厉 实战白棋选择靠出 黑棋一扳 然后白棋单长 这个时候AI的建议还是 黑棋继续往前一压 白棋跳方 然后黑棋在下方定型 顺势把白棋封锁 这样的话 黑棋外侧也比较厚 实战 黑棋先往二路一扳 白棋一路扑先手 然后二路扳住 黑棋再往前一压 白棋单长 然后黑棋二路打持 白棋在脚上做活 黑棋在旁边点刺 白棋一沾 黑棋二路夹 因为黑棋左边这一块 现在眼位还有些问题 所以说 这一手二路夹 也非常关键 然后白棋往旁边一拐 白棋 走到这一手 对于黑棋来说 还是影响比较大 很明显 黑棋现在外侧就薄了一些 AI的建议是 黑棋站上 然后局部脱先 在右边一碰 因为黑棋右下方 这个棋形比较有弹性 比较有利于局部腾罗 实战黑棋 还是继续在这儿定型 扳住 白棋反扳 黑棋站上先手 然后再连扳 白棋跳刺 黑棋二路打持 白棋提 下一手棋 黑棋选择单长 但是AI的建议 还是黑棋打吃完之后 再一沾 白棋如果说 往左边切断的话 黑棋一虎 做活 顺势破眼 白棋往下一飞 然后黑棋大跳 白棋往上方 二路一爬 黑棋直接一路度过 因为黑棋左边 这手挤 是一个先手 会影响到白棋的眼位 所以说白棋大龙 还要在下方补一手 这样的话 只是吃掉几颗干子 但是黑棋外侧非常厚 这样下黑棋要比实战好很多 实战黑棋选择单长 白棋贴住 然后黑棋再一搬 很明显 黑棋外侧还是有些薄 白棋甚至于都可以 现在直接断打 然后再一断 形成一个作战 这个立方形成作战 白棋也并不怕 实战白棋还是选择 简单做活 那这一代的战斗 暂时告一段落 现在的局势 还是非常漫长 主要就是看中间这一代 以及右边这块棋的定型 黑棋虽然说中间看上去 潜力比较可观 但是还是有些薄位 外侧还有断点 然后黑棋右边这块棋 还需要继续安定 然后上方这一块 暂时也没有定型 好那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 稍后给大家带来后续的解说 好各位棋友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10月9号 进行的国手赛第二轮 由黑方拖加西 对战白方定号 现在白棋做活左边大龙 然后黑棋往右边一沾 白棋沾上 但是现在黑棋还是有些麻烦 首先右边这块棋还没有安定 如果说黑棋先往右边一碰 但是黑棋左边这个棋型 又会出现问题 白棋断打先手 左边一路扳先手 黑棋脚上还需要继续补棋 然后白棋往下方一段 很明显黑棋这个棋型还是有些薄 左边这个断点要补 然后白棋跳加 这样的话白棋在这一带 还有一些搜刮 所以说黑棋现在左边补棋 然后白棋往右边一招 黑棋爬 白棋连回 黑棋一路扳先手 然后再往外一飞 这手棋是一个次序 白棋冲断 然后黑棋二路托 白棋 没有办法扳断 不然的话自身的断点太多 所以说白棋只有往外扳 黑棋先手一起 然后一路立做活 其实这个时候白棋上方这个断点非常严厉 因为白棋阵子有力 如果说黑棋要是连回的话 白棋往下一长先手 黑棋补断 白棋继续贴住 黑棋还要补棋 然后白棋上方还有一手冲断 这个地方黑棋的棋形也比较薄 实战白棋先选择把右下方这个棋形加后 单长 然后黑棋拆二 限制白棋的发展 白棋在右边拆边 黑棋再往右边一段 黑棋现在振子有力 所以说白棋选择二路长 然后黑棋再往上一碰 这个地方 如果说白棋选择扳住的话 那黑棋单退 白棋再压 黑棋二路扳 白棋往二路一段 黑棋打持 白棋一长 黑棋先手打持 然后再一打 不过这样的定型 白棋完全可以满意 白棋可以把棋走在外侧 而且右边这个棋形还是非常厚 以后在中间一带 白棋也有些潜力 实战白棋选择单长 然后黑棋二路扳 这个时候如果说白棋反扳的话 黑棋二路一虎 白棋继续拐出 然后黑棋往上一段 白棋这两颗子还要连回 黑棋可以直接在中间违空 这样的话 黑棋非常有收获 实战白棋直接往上一拐 如果说黑棋选择单长 那白棋一冲 黑棋反冲 白棋直接搬完之后再一沾 黑棋二路一夹 白棋一路搬沾 就会形成一个作战的局面 实战黑棋选择比较简明的定型 直接往二路一沾 白棋连回 然后黑棋在脚上补齐 这样的话脚上的失控就全部围牢了 然后白棋在中间断打 再一场 这个地方 Ai的建议是黑棋 先在右边点一手 这个是黑棋的先手权利 以后对这一代的作战有帮助 然后再唯恐 关键是白棋 像实战一样 往下点的时候 黑棋要把左边这两颗棋筋连回 这个非常关键 白棋左边一路搬线手 黑棋补齐 然后白棋往下一冲 黑棋往外一飞 虽然说黑棋下方的空 被白棋破坏了 但是如果说白棋补一手的话 黑棋就把中间这两颗白子封锁 形成一个转换 这个转换之后 双方的局势还是比较接近 是黑棋现在最为理想的一种定型 实战黑棋往上一飞 然后白棋往上一点 黑棋还是应该选择刚才的定型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黑棋选择连回 然后被白棋往旁边一靠 黑棋挡住 白棋再一段 这样的话 黑棋这两颗子 现在就不太好逃跑 如果说黑棋往旁边一猴 白棋沾上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 黑棋下方还牵了一手冲断 所以说黑棋往外一跳 白棋挖的时候 黑棋可能还是只能选择 棋掉三颗子 那这样的话 黑棋还是不能满意 实战黑棋选择往旁边一夹 白棋沾上 黑棋挡住 白棋打持 黑棋打持 白棋一提 虽然说黑棋下方的空守住了 但是被白棋提掉两颗子 首先白棋这个棋型非常厚 而且白棋在右边这一带 还有些潜力 所以说这个交换 黑棋肯定吃亏 实战黑棋继续在中间围空 然后白棋往二路一夹 黑棋一虎 白棋一长 这个地方白棋暗藏杀招 如果说黑棋一路立 阻度的话 那白棋先手一段 黑棋站上 白棋再往左边一段 这个时候就已经出棋了 如果说黑棋 左边团住 做活 那白棋往下方一扑 黑棋挡住 收棋 白棋打持完之后再一打 直接一气门 如果说黑棋 选择在下方沾上 那白棋左边一路搬先手 黑棋脚上还需要补棋 然后白棋再打持破眼 黑棋左边这块 全都要被吃 那显然也不行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别无选择 只有一路斑 白棋铺结 关键是白棋的结材非常多 首先白棋往上方二路爬 黑棋一路度过 白棋提结 黑棋左边先手一顶 白棋沾上 黑棋再提结 白棋一路扑 黑棋一提 然后白棋提结 这个时候如果说黑棋选择沾上的话 那白棋一提 这个地方白棋 木树肯定是便宜了 实战 黑棋往旁边打持 当然白棋也可以选择沾上 沾上的话 白棋的结材肯定要多于黑棋 这个结黑棋打不够 实战白棋直接选择转换 黑棋提掉这四颗子 然后白棋在上方继续破眼 这一手棋也是一个先手 如果说黑棋拖先走其他地方 白棋往旁边一挤 继续破眼 黑棋一粘 白棋再一冲 黑棋就连不回去了 再一冲 白棋打持 黑棋一粘 白棋一粘上 很明显 白棋可以一路点杀 所以说 这个地方 黑棋还要继续补齐 然后白棋回到中间破空 如果说黑棋先往右边走一手 那白棋直接飞刺 黑棋连回这颗棋筋 但是对于白棋来说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白棋上方这个断点也非常严厉 黑棋打持 白棋一长 黑棋团住 白棋吃通 上方这三颗子 全部连回 还是白棋有力 实战 黑棋挡住 继续唯控 白棋往旁边一顶 这个地方 如果说 黑棋选择 继续在右边点一手 白棋小间 黑棋挡住 就形成一个互围的局面 那这样的话 黑棋的空肯定不够了 所以说黑棋选择往右边一长 白棋再一拐 互相破空 然后黑棋再往上一飞 想要对白棋中间这三颗子的联络 造成一些威胁 白棋小间 黑棋右边先手一点 然后先手一长 白棋站上 黑棋再往上一冲 白棋往右边冲 黑棋先往上方一搬 白棋反搬 然后黑棋再往右边搬住 如果说黑棋再二路一虎 那白棋打持先手 再上方补棋 黑棋再往右边一搬 白棋反搬 黑棋要是沾上的话 那白棋往右边一长 直接连回 这样下黑棋不行 实战 黑棋往右边一搬 白棋反搬 黑棋再连搬 然后白棋往左边一跳 一边破空 一边先手长期 黑棋先手一并 然后白棋站上 黑棋左边还要继续补断 白棋回到右边打持 黑棋站上 白棋再一长 这个时候如果说黑棋贴住的话 白棋直接往中间冲断 白棋这颗棋筋 黑棋肯定抓不住 黑棋要是打持 白棋一长 黑棋打持 白棋一长 这个地方 黑棋真不掉白棋 而且跟上方这块白棋对杀 黑棋很明显 棋不够 实战 黑棋往上一虎 白棋打持 黑棋坐截 白棋一提 然后黑棋回到左边一扑 白棋一提 黑棋再提截 白棋在上方补一手 如果说黑棋选择提掉的话 那白棋拐持 直接吃通 简单收空 黑棋的空就不够了 实战 黑棋继续往下一飞 这样的话 以后黑棋这颗棋筋 再往回贴住 就可以防止白棋从中间 冲断 然后白棋在上方提截 黑棋回到左下方一挖 白棋断打 黑棋再提截 然后白棋往左边一断 黑棋还要继续团住 做活 白棋再一提 走到这儿 黑棋就认输了 因为黑棋的截踩肯定不够 最终黑棋只能选择 在上方打持 然后再一站 白棋直接吃通 黑棋的目数肯定是不够了 好 这一盘棋也是相当的精彩 就给企友们带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光影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